大家好,我现在是在德里的阿格拉森接听水井 这是一个网红景点 让我们来欣赏一下印度的朋友是怎么拍照的 这两个印度朋友真的是大神呀 他用这个角度拍照 上辈子一定是个可爱的小工具 我们来欣赏一下这一对摄影大师的作品 这个印度男孩采用了一个非常销魂的一个姿势 然后拍旁边的这个印度男孩 然后旁边的这个印度男孩也非常的销魂 他摘下了眼镜告诉他 我们要用眼神去交流 这样才能拍出高大上的时尚大片 这个大叔现在使出了独门绝技 海底捞月 要这样捞出来 然后这样拍照的姿势才帅 他们拍照拍照 为什么要用这个角度拍照呢 我也不明白这样拍会有什么好看的 看着还行吧 从来没有看到过的角度 拍一下会特别的有意思 经常有人问我低机位是什么 这个视频让印度人告诉你 这就是真正的低机位 手机在下面 然后人在上方 一定要打背光 这样才能显得让脸更加的黑 对 一定要黑 不黑的话拍出来的照片没有味道 这个角度就是一个专门拍剪影的 印度的女孩一定要学会给男孩子拍照 因为这样的话 才能够得到男孩的一个青睐 在中国一般都是男的给女的这样拍照 但是在印度的话恰恰相反 因为如果你不能拍好照片的话 男朋友肯定会不高兴的嘛 而且的话男朋友不高兴 你结婚的时候给的彩礼可能是双倍的 在印度呢 女孩要讨男孩的欢心 一定要学会拍照 而且要会各个角度的拍照 并且要把照片拍得非常的好 这样男孩子才能满意 男孩子一满意的话 你的彩底钱就可能会少一半 甚至说很少你就能嫁给他 因为在印度的话 男孩子他们结婚跟女的结婚 是女的要给男方彩底的 中国的话就是恰恰相反 我觉得这个男的我真的特别羡慕他 此时此刻 像一个大爷一样让女的给他拍照 在中国的话一般都是男的给女的拍照 男的各种姿势 趴在地上的趴在树上的 如果男的不会拍照的话 甚至有可能会被女孩子揍啊 更别说买车买房免费给首付了 我真的此时此刻特别的羡慕印度人啊 拥有如此纯洁美好且善良的爱情啊 女孩子可以不顾一切为了他 给他拍照片来获得他的芳心 男孩子只要帅帅美美的 然后长得好看就行了 我真的特别羡慕这种 纯洁又朴实无华的爱情故事 简直太棒了